135亿年前,一首交响乐响彻天际,宇宙诞生了。 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从无到有,编织成浩瀚的篇章。 这是物理学的乐章,它讲述了黑洞、暗物质、引力波、量子纠缠等奇妙的现象,展示了宇宙的神秘和壮观。 30万年后,物质和能量凝聚成原子,再组合成分子,构建起万物的基础。 这是化学的乐章,它讲述了水、氧气、碳、DNA等重要的分子,展示了它们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反应,展示了化学的波样性和创造力。 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生命,有机体从简单到复杂,从单细胞到波细胞,谱显了生命的赞格。 这是生物学的乐章,它讲述了细菌、植物、动物、人类等不同的生命形式,展示了它们的进化和适应,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展示了生物的奇妙和和谐。 7万年前,人类登上历史舞台,它们创造了文化,构建了文明,将智慧和创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历史学的乐章,它讲述了农业、工业、科技、艺术、政治、宗教等人类的成就,展示了人类的发展和变革,以及人类之间的冲突和合作,展示了历史的动荡和精彩。 从宇宙到文明,时间长河滚滚流淌,万物生生不息,物理、化学、生物、历史交织成一部辉煌壮丽的史诗,讲述着宇宙、生命和人类的起源、发展和演变。 这是一部值得我们探索和欣赏的史诗,它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和世界。 也让我们更加敬畏和珍惜生命。 七万年前,一场名为认知革命的巨变,点燃了人类历史的火光。 巨人开始拥有抽象思维和语言能力,创造了文化和艺术,开启了文明的序幕。 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伟大跨越。 在这之前,人类只是地球上众多的动物之一,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经常面临饥饿和威胁。 在这之后,人类开始用符号和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开始用工具和火来改造自己的生活环境,开始用艺术和礼仪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方式。 一万两千年前,农业革命如滚滚轰流般吸尽全球。 人类告别了如毛淫血的时代,开始定居耕种,驯化动物,生产力大幅提升,人口迅速增长,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革。 在这之前,人类只能依靠狩猎和采集来获取食物,生活在游牧的部落中经常受到其他动物和部落的威胁。 在这之后,人类开始种植小麦、水稻等作物,驯化马、牛、狗等动物,生活在固定的村落中经常享受丰富的食物和安全的庇护。 500年前,科学革命由于一场风暴,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 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先驱们用科学的力量揭开了宇宙和自然的奥秘,开启了人类探索未知的争承。 在这之前,人类只能依靠宗教和传统来解释自己的存在和意义,生活在封闭的社会中经常受到无知和偏见的束缚。 在这之后,人类开始用望远镜、蒸汽机、电灯、电话等发明来探索自己的外部和内部世界,生活在开放的社会中享受着居士和创新的自由。 三大革命,犹如三座未有的山峰,耸立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命运。 它们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也需人类征服自然的凯格。 它们让人类从动物中脱颖而出,从自然中突围而出,从历史中超越而出。 它们让人类成为了地球上最强大的物种,也让人类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责任。 二百五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出现在地球上。 它们和其他动物一样,只是为了生存而奋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它们的生活简单而允许,没有什么文化和艺术,也没有什么科技和文明。 它们对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和飞行性,肺肺、大象、萤火虫、水母等动物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和进步。 它们开始拥有了抽象思维和语言能力,创造了文化和艺术,开启了文明的序幕。 它们开始种植作物,驯化动物,建立城市,发展社会,形成国家,探索世界,创造力学。 它们开始利用科学和技术,揭开了宇宙和自然的奥秘,开启了探索未知的增长。 它们开始登上月球,分裂原则,了解基因,编写历史书。 它们成为了地球上最强大的物种,同时也成为了地球上最危险的物种。 从史前到现代,人类经历了一段漫长而精彩的历史。 它们从动物中脱颖而出,从自然中突围而出,从历史中超越而出。 它们既是地球的主人,也是地球的客人。 它们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它们既是自己的盟友,也是自己的敌人。 它们的故事是一部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的史诗。 它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和世界,也让我们更加敬畏和珍惜生命。 物种使者能够自然交配,并产生有生育能力后代的生物群体。 如果两个生物群体之间的交配不能产生有生育能力的后代, 或者根本不会发生交配, 那么它们就属于不同的物种,各自有各自的演化路径。 例如,马和鲤虽然有共同的祖先也能够交配, 但是它们的后代罗子是不育的, 这就说明马和驴是不同的物种, 它们的DNA突变不会相互传递。 相反,斗牛犬和西班牙猎犬虽然外形迥异, 却属于同一物种, 它们的后代小狗是有生育能力的, 这就说明斗牛犬和西班牙猎犬是同一物种, 它们的DNA酷是相同的。 这些例子表明,物种的划分和演化, 取决于生物之间的交配和繁殖, 而不仅仅是生物的外貌和特征。 生物学家用拉丁文为生物命名, 每个名字有两个词组成, 第一个词是鼠名, 第二个词是种名。 例如, 狮子的学名是Panthera Leo及暴树的狮种, 同一鼠的不同物种都是从同一个祖先演化来的, 如狮子、老虎、暴、 每周暴等都属于暴树, 而每一位在看这部影片的都是人鼠的人种, 也就是Homo sapiens, 一位明智的人。 许多鼠还能再归类为同一课, 其同一课的所有成员都能追溯到某个最早的雄性或雌性俘仙。 如猫课包括狮子、猎猫、家猫等, 犬课包括狼、狐狸、柴等, 象课包括大象、长毛象、乳齿象等。 例如,所有的猫科动物, 无论是家里的小猫还是草原上的狮子, 都是来自大约2500万年前的某头祖先, 巨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属于某个科。 这是一个平凡的事实, 却曾是历史上最大的秘密。 巨人总想自己与众不同, 仿佛整个科就只有自己, 没有亲戚,也没有父母。 但这是错误吧, 不管你信不信, 我们所属的人可成员众播, 而且很吵闹, 那就是一群巨猿。 我们最近的亲戚就是非猩猩, 大猩猩等, 其中黑猩猩和我们最像。 六万年前, 有一头母猩生了两个女儿, 一头是所有黑猩猩的祖先, 另一头是所有人类的祖奶奶。 世人的一个秘密是, 他们并不是唯一的人类, 而是人属中的一种。 在过去, 人属还有很多其他的物种, 如尼安德特人, 直立人, 他们都是智人的亲戚, 也是智人的竞争者。 然而, 在过去一万年间, 智人逐渐取代了其他人类, 成为了地球上唯一的人类。 但这并不意味着 智人的竞争就结束了, 因为在不久的将来, 智人可能又会面临一些新的人类, 如基因改造人, 机器人, 人工智能。 为了区分智人和其他人类, 我们用Homo sapiens 来指代智人这个物种, 用Human来指代人属的 所有现存球员。 人类的祖先是南方古猿, 大约250万年前, 在东非也化生。 200万年前, 一部分人类离开了家园, 迁徙到北非, 欧洲和亚洲等地。 不同的环境催生了 不同的人类物种, 科学家也给他们取了 不同的拉丁名, 如欧洲和西亚的尼安德特人, 他们魁梧而强壮, 适应了冰河时期的寒冷气候。 如亚洲的直立人, 他们存续了近200万年, 是最长寿的人类物种。 而我们巨人 只有几万年的历史, 未来还不可绝。 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和佛罗里斯岛 曾是不同人类物种的栖息地。 爪哇岛上的梭罗人, 即来自梭罗谷的人, 适应了热带的生活环境。 佛罗里斯岛上的佛罗里斯人, 及小矮人, 经历了一场诸如化的过程。 原因是, 海水水位的变化, 使得佛罗里斯岛 与大陆隔绝, 物资匮乏, 长大矮的人 更有生存优势。 索罗人和佛罗里斯人 都是人类的亲戚, 也是人类的竞争者。 他们都会制造石器, 甚至猎象, 但岛上的象也是矮生存。 2010年, 科学家在西伯利亚的 丹尼索瓦洞穴 发现了一块手指骨花石, 证实了一种新的人类物种, 即丹尼索瓦人。 这是我们示弱的亲戚之一, 还有许多可能 藏在全球的洞穴、 刀屿, 气候中, 等待我们去发现, 丹尼索瓦人 是欧洲和亚洲的人类物种之一, 他们和尼安德特人, 直立人当, 都是从东非的人类物种 引化来。 东非是人类的摇篮, 它寓意了 鲁道夫人, 江人等, 最后还有我们智人 及明智的人。 这些人类物种 在外形, 适应性, 文化等方面有所不同, 也有所相互影响和竞争。 有些高大, 有些矮小, 有些凶残, 有些温和, 有些孤陡, 有些迁徙, 但不论如何, 它们都是人属, 也都是人类。 人类物种的眼花 并非线性, 而是多样和并行的。 这种线性模型 忽略了地球上 同时存在 多种人类物种的事实, 也忽略了 我们和其他人类物种的 亲缘和竞争。 从二百万年前 到一万年前, 地球上至少有 六种不同的人类物种, 如匠人, 直立人, 尼安德特人, 丹尼索瓦人等。 这其实很正常, 就像今天的地球上 还有许多种的狐狸, 熊,猪之类的动物。 从历史的角度看, 过去的人类物种 是多元共存的, 而现在的人类物种 是单一的, 这才是异常的。 而我们智人 即明智的人 为什么会成为 唯一的人类物种呢? 这背后 有着那些 不为人智的原因。 人类的大脑 是其共同 而重要的特征, 它远远超过了 其他动物。 六十公斤的哺乳类 平均脑容量 却有二百立方厘米, 而人类的祖先 在二百五十万年前 就已有六百立方厘米, 现代的巨人 更高达一千二百 至一千四百立方厘米, 尼安德特人 甚至更大。 这似乎说明 人类的眼花 是为了追求 更高的智力, 而智力是越高越好。 但这是错误的, 因为智力 并非唯一的生存优势, 也不是所有动物的 眼花方向。 如猫科动物, 它们没有眼花 出回微积分的猫, 但它们却有 敏锐的感官 和灵活的身体 适应了各种环境。 在动物界, 为什么只有 人属眼花出了 如此庞大的大脑呢? 答案在于, 人类的大脑 使其优势, 也使其负担。 大脑结构脆弱, 不利于活动, 还要用巨大的 头骨保护。 同时, 大脑消耗的能量 也惊人。 质人的大脑 占身体 总重2%至3% 但休息时 却消耗25%的能量。 其他原类的大脑 只消耗8%。 大脑较大的代价是 一需要多找食物, 二是要少肌肉。 这就像是政府 把国防预算给了教育, 人类也把手臂的 能量给了大脑。 这在非洲草原上 是不是好策略, 谁也不知道。 黑猩猩虽然不如 质人聪明, 但却能把质人 撕成碎片。 时到今日, 人类大脑的优势 在于创造力和适应力, 我们能发明 汽车和枪炮, 让自己在速度和力量上 超越飞行性。 但这些发明 都是近代才有的。 在200万年前, 人类的大脑 只能让我们用碎石和树枝 做简单的工具。 为什么人类的大脑 会有这样的演化? 这是一个未解之谜。 人类的另一个特征 是直立行走。 这样可以让我们 在草原上 观察更远的地方, 寻找猎物或敌人。 而且, 我们的手 不用支撑身体, 可以用来投掷或示意。 手的灵活性 促进了人类的神经发育, 也改善了手掌和手指的肌肉。 因此, 人类的手 能够执行非常精细的任务, 比如制作和使用复杂的工具。 人类制作工具的最早证据 可以追溯到250万年前。 这也是考古学家 判断古人类的一个标准。 当然, 人类直立行走, 有利有弊。 我们的原古祖先 花了数百万年 才从四肢行走的小头骨架 演化成直立的大脑智慧。 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和代价。 为了能远挑, 能远巧, 我们不得不忍受背痛, 紧张地溃热, 女性更是吃亏, 直立的骨盆让产豆变窄, 分娩难度增加, 生命危险加大。 于是, 自然选择让我们提前出生, 避免头部过大。 这样一来, 人类就成了早场, 许多器官还没发育好。 想想小马, 当出生就能跑, 小猫几周就能自食其力。 相比之下, 人类的婴儿 就是啃老族, 要靠父母多年的养育, 保护和教育。 人类的社交技巧和社会问题, 源于我们的生存环境和演化立场。 在远古时代, 母亲要养育孩子, 就需要家族和邻居的帮助。 因此, 演化选择了能够建立牢固社会关系的人类。 与此同时, 人类出生时的发育不完全, 使得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和社会化来改变自己。 其他哺乳动物一出生就像定型的淘气, 很难再改变。 而人类一出生就像融化的玻璃, 可以塑造成各种形状。 这就导致了人类的多样性和可塑性, 有人信仰不同的宗教, 有人追求不同的政治制度, 有人好战, 有人和平。 人类的大脑、工具、学习和社会, 看似是我们的优势, 却并未直接让我们成为强大的洞。